年夜饭第十二道菜 取名蒸蒸日上 意义在新的一年里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蒸蒸日上 口感嫩滑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家人们别忘了双鸡保存 过年有啥菜不会做的时候 到我的主页去巴拉巴拉就会了 首先准备这种五花肉馅 加入小葱花 姜末 再放入盐鸡精13香 放入生抽 毛油 少许的老抽调色 加入去形的尿酒 为了让肉馅更嫩滑 我们打入一个母鸡蛋清 放点调料油 提一下味 为了营养均衡 再放入少许的胡萝卜碎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 看到这儿的家人们 你就帮阿南点个赞呗 就是冲着屏幕点两下 辛苦您了 感谢您了 我们给它搅打上劲 调好后 这个时候再准备一个青萝卜 我们这叫第八寸 你们呢叫什么呢 告诉我一下 让我也长长见识 把萝卜切成一元硬币这么厚的薄片 全部切好后 锅中烧水 放入少许的精盐 食量的色拉油 这样烫出的青菜营养成分 不流失 水开 下入切好的萝卜片 焯烫两分钟 马上捞出 稍微过一下凉水 萝卜片中加入刚刚调好的肉馅 这样一片一片的做好 我们全部摆入盘中 把剩下的肉馅放到盘子中间 挖一个小洞 再把刚才剩下的蛋黄放到小洞中 全部做好 放入蒸汽 气锅剩气 蒸十分钟后取出 把盘中的汤汁倒回锅中 再淋入少许的水淀粉 勾点薄切 搅拌均匀 烧开后倒入刚刚蒸好的萝卜上 非常好吃的蒸蒸日上就做好了 我每天都和家人们分享一道 简单营养健康的棉叶菜 给我点个关注吧 家人们 要不过年有啥 再不会做的时候 你就找不到我了 最后我还认那句话 关注我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